第一次同框就選擇這樣子一個 算是老兵的一個現場 也是希望能夠從鐵桿籃的票倉做出發嗎 老實講我是沒有想那麼多 市長因為韓國瑜的最大票倉其實就是所謂的鐵桿籃 你們第一次同框就選擇這樣子一個 算是老兵的一個現場 也是希望能夠從鐵桿籃的票倉做出發嗎 老實講我是沒有想那麼多 對我來講就是 我們台北市政府每天都有固定在辦活動 這個公園其實是很有意義 因為當時是那個 我記得公園是當年那個公民黨的議員 立肯歸方來跟我建議的 他還跟我抱歸說以前那馬好市長他怎麼講都不願意做 後來我們就從公園出去找說 哪個公園可以變成823炮戰紀念公園 後來找到這個地方 市長當天蔡英文總統剛好在金門 這是一個有點像PK的感覺嗎 我不曉得 我們也不知道蔡英文的行程 你再問我沒辦法回答